我在事業上面還是比較有企圖心的一個女孩子 但同時我也是一個媽媽 在這兩個身份當中 其實我覺得我一直嘗試去找一些平衡 但是我的觀念是覺得 要實現自我 找到不同角色之間的平衡 我覺得是更重要的 我是我 我同時有很多不同的身份 但是我還是我 我是賴林 我出生在台北 在巴黎長大 又去美國念書 現在又來到上海 這些經歷讓我一直致力於打破各種各樣的印象 不管是行業的印象 性別的印象 角色的印象 我覺得人都是獨立的個體 然後不管從事什麼樣的一些職業或是扮演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其實更多的都是追尋真正的自我 爸常常就說 入鄉隨俗 真的 我們打算在這邊生根 那我們就要融入當地的一個文化 要去了解當地的文化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講 這個是很自然的一個選擇 就是我覺得我在哪裡生活 我想在哪裡定居 那我就應該要走入整個當地的一個社會 所以我當時其實就已經先決定好了 小朋友一定是上本地學校 當時也做過還蠻多研究的 我希望是能夠減負 然後能夠快樂的這樣去長大 所以到最後我其實就選擇了一個公辦的學校 特別好 因為我覺得也來還蠻長一段時間 然後呢整個生活步調都已經我覺得調整得很好 所以現在我處於一個比較放鬆的階段 可能剛來的時候會更多的去探索這個城市 所以可能會這邊看一看啊那邊看一看啊 但是現在我覺得比較趨穩定之後 我覺得應該是會回歸到我本喜歡做的事情 所以可能基本上就是有空就會做飯 然後呢平常回家我就喜歡彈琴 然後偶爾跟朋友會去吃一下飯 聊聊天 嗯...其他的時候的話 就喜歡帶小孩到處找好玩的商場去玩 然後迪士尼 特別好迪士尼 上海雖然它不是故鄉 但是它給我家的感覺 呃...我的工作其實是做大數據分析 嗯...在這個地方工作的話 因為整個市場變化非常的快 所以你一直會有新的工作機會 新的挑戰 新的業態會出來 那除此之外 這邊是非常包容的 所以會給你試錯的機會 讓你可以去創新 去創造出屬於你自己的東西 年輕人離開自己的家鄉 去另外一個地方工作 其實無非就是要追求一個更好的生活環境 一個更可以去實現自我的地方 那上海真的是 是...我覺得可以讓你實現自己的地方 實現自己的理想 你好了嗎 嗯...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dunpees 好久不見 夠了 我們到來 拍攝 拍攝